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走了 走得很突然 操劳了一辈子 只留下一处方差 二哥的女儿在独演 不常回家 喜欢安静 需要着帮 三弟的儿子在恋爱 女孩挺漂亮的 外地人 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在北京 有个自己的家 我呢 我老婆去年瞎挂慢 我差点是摔坏了腿 一家人寄在九米的小房里 哎 一边是哥 一边是弟 老婆催着 孩子求着 你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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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们说 这个家还要不要啊 妈 妈 你干嘛呢 你本管了 你干嘛去 我给我家家的学生上课 我路上小心点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偷 小偷 你别跑 你个臭小偷 给我站住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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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你个臭小偷 你给我站住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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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小偷 小偷 行了 行了 都散了吧 啊 谢谢你啊 下次逛街的时候注意点 你也不是每次都这么心里能力 你帮我抢回包 我请你吃饭吧 好 好 好 这干什么呢 这肯定又没做饭啊 怎么没了呢 什么没了 你爸的滚手是没了呀 你说你 你说你又烦我爸的东西 你废话 你大哥他们非说手势在咱们家 我不得先确认一下 你去去去去去 现在可好了 盒子在 东西没了 是这个盒子呀 是啊 那那东西呢 东西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那照这么说的话 这东西肯定在其中一家手上 你说会在哪一家 这我说的啊 肯定在陈彦平手上 把那个存折 一包卡都在他手上 这么好的东西也肯定在他手上 就是 昨天还在那儿贼喊猪贼呢 非说东西在我们家 什么人呢他这是 又坏了 什么坏人 吓死我了 坏了坏了 死亡证明在你大哥手上 存折在老三手上 照这么下去咱家可能什么也捞不着了 你也不着急 整天跟没事人似的 你呀 让你那兄弟俩给你扫地出门 你就老实了你 我老实 刚才得开着车我还想呢 我告诉你王红 咱就占着房子 咱就不往外搬 你得给我赶出去啊 我老实 以前我做口吃的饿死我 待会儿还得来活呢 就你的大哥 和老三 玄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看这个床啊 这个床那是什么 这个床原家是2590的 坐感受一下挺舒服的 我们床店都是最流行的 不错 挺舒服吧 这个 这个多大 这是一米八乘两米的 咱们身边买了两米乘两米 你定 有两米乘两米 我们有两米三五乘两米的 更大了 那多少钱 那个原价是四千九百一十的 四千九百一十 这个不错 对了 你们这儿有整体衣橱吗 没有 我们都是组合的 嗯 嗯 咱们空一个房间 就买一个整体的衣橱 把你的衣服全放 放了嘛 咱再买 怎么样 钥匙拿着了吗 钥匙拿着了吗 这八字二米一品 你怎么说的更真实 不是 我们再看看啊 可以 您随便看看 怎么说的 心动度啊 啊 肯定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真没问题 要是 真能多一个房间的话 我想把我妈接过来 行啊 我就喜欢你 没有效果 没问题啊 就把咱妈接我的 跟咱们一起坐 谁跟你咱咱的 你给我掏镜头 阿飞 啊 你什么时候带我接你表哥啊 不是 你见我表哥找什么钱啊 我能不急吗 现在这物价跟欧洲接轨 房价跟月球接轨 工资啊 都非洲接轨 我都快交不起房租 露宿街头了 你管不管呢 我管 我要常在电视台工作 你说我还用筹这些吗 我表哥他最近啊 比我忙 我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这么多 什么 你没忽悠我 我跟你说啊 你要把这事忽悠我 我可真给你急啊 不是 他又不是什么大官 我拿这事忽悠你干嘛呀 你还真不行 我给你打电话行不行 打啊 嘿 你 你来来来 看着你打啊 这个号码啊 哎表哥 没通 喂 哎表哥 咖啡 咖啡 怎么了 我想请你吃顿饭呢 你请我吃饭 有事儿吧 想请你吃个饭 你小子少给我来这趟啊 肯定有事儿找我 什么事儿快说 女朋友 见见你 老不相信你是电视台的 你女朋友想见我吗 对 我现在挺忙的 你着急吗 过段时间再说也行 好吗 哦行行行 你忙 你忙你忙 先挂了啊 怎么说的 没问题 嗯哼 带他还你点儿 不是他真挺忙的 怎么又等啊 看这 咱去别人玩 贼得很高 贼得很高 不能把翅膀卷起风暴 黄老大 是不是要跟那叶老年约会去啊 嗯 是 不是 我说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把他带过来 也让我见你 你不看过照片吗 你跟照片结婚呢 你要是跟照片结婚成了 再来十张 咱们家也有多住 这你都见了人家妈了 叔叔爷 我们见见啊 你这老夫不带人来 是你不想让他见我们 还是月亮年又想见我们呀 这有什么区别吗 哪有区别了 要真是月亮年不想见我们 说你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你成功 你得有点心眼啊 那你这要说的什么话呀 大实话呀 自咱你谈这个对象到现在啊 天天把你结婚挂在随便上 你想跟别人结婚 我们信 人家愿意不愿意跟你结婚啊 那些你三婶说的有道理 回头 我们费你巴力的把这房子给你耗下来了 得到一帮亲戚 你又不结婚了 那以后让我们跟亲戚们怎么出 谁说不结婚呢 人家小娘都说了有房子就结婚 那你总得让我们见见人呢 是不是 光你说喜欢 那我们喜欢不喜欢还俩说呢 把衣服表看不上 你们看得上我也结婚 你们看得上我也结婚 我结婚又不是给你们结的 嗯 不是给我们结的 你让我们帮你找房子干嘛呀 你自己找去啊 把他叫过来 让我们见见 那行吧 那我问问小娘 你愿不愿意来咱家吃饭 这个什么孩子 行吧 那我问你小娘 那不要意外来点什么 这还没结婚呢 就是你钻的死死的 嗯 这个结婚 那成立怎么样 你这儿子 算什么 行行行行啊 行啊 那你男子你男子 这不是你 啊 后悔啊 电视上说的还真有道理 这酒后师父的孩子 就是个人傻 时间吃破语 来相爱 哎呦 哎呦哎呀 你哼哼唧唧的一晚上 你还让人睡不睡呢 你这 你怎么不着急呢你 你着什么急啊 东西没了呀 东西没了又不是咱们弄丢的 东西是在咱家没的 拿的人又不出来承认 可不就咱家弄丢的吗 不是 那你一晚上发联傅去哼哼唧唧 你那东西也变不出来啊 你冲我吼上面 有本事冲你哥和三狗吼去 我跟你说啊 明天有点圆活呢 我得去咱睡觉好不好 好好睡觉睡觉睡觉 就知道睡睡睡 没心没肺的东西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就跟了你了 你找别人能找着吗 咱们明天去你姐家 你去那干嘛 咱先上个原告啊 对不对 行了你别琢磨了 你还琢磨不了 你睡吧你 你睡不睡 你看着你 老实了吧 谁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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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我俩就看看你 就是 你也不打个电话呀 这我要是出去了 你们不就扑空了吗 算着你能再讲 姐夫和药婷呢 都上班去了 你们俩喝水吗 不喝不喝 在这吃中饭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来 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去买点挂面 哪能让您去呀 二官买面条去 我去去我去 你等会儿 把钱给你 不用钱 三块两块还有 三块两块还有 姐 我跟你说个很重要的事 我昨天回去 翻了翻咱爸生的遗物 你看你真是 你怎么又翻爸的东西了 不 这不前天 大哥和三国两口子 问你古董首饰的事吗 我回去就翻了翻 您猜怎么着 我猜不着 盒子在 东西没了 什么 就是装东西那个盒子在 可咱爸的首饰都没了 那东西哪儿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啊 姐 您说爸平时特信任老三媳妇 会不会把东西给他了呀 你是说爱瓶啊 爸连存折都给他 是吧 是吧 王红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想让您问问艾萍 要是他拿了就让他拿出来 要不我跟二国就说不清了呀 你们一大早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啊 这不得让您知道吗 行 我知道了 到时候我问问三国 娘 跟你说个事呗 妈 他喊你去我们家吃饭呀 为什么呀 妈就说你在外边吃饭吧 就是营养也跟不上 然后外边吃得都不干净 家里吃得干净 给你补一补呗 那其实 就想见见你 大飞 我还不太想这么早见你父母 那个不是见父母那种 你不用紧张 不是见父母那种 就是看你 主要是吃饭 那个 我表哥也去 你说我表哥要去了 不正好就认识一下吗 那 那什么时候去啊 你答应了 那就明天呗 表哥真去 去 去 肯定去 是 我们就不收拾了啊 别管了 姐 您别送了 外头停了 开车的时候慢一点 注意安全 慢点慢点 啊 喂 谁啊 姐啊 哦 三国啊 没什么事儿 你就问问你 最近这身体怎么样了 我没事儿 我没事儿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心里边有点闷 没什么大事儿 刚才你 二哥两口子来了 刚走 他们俩去干什么呀 他们俩去干什么呀 三国 姐想问你点事儿 你别不高兴啊 啊 你说你说 就那个 爸不是有两个古董首饰吗 那两个东西是不是在你那儿 在我们这儿 没有啊 怎么回事儿 是刚才王洪说的 又翻爸的东西了 翻了半天 原来放古董首饰那俩盒子找着了 结果打开一看 什么都没有 没了 哪去了 不知道啊 要不你问问艾萍 你问问她知不知道这事儿 哦 那行 那 那我回去问问她吧 姐啊 姐 别光听二国他们瞎说啊 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儿了 嗯 我知道 我心里有数 嗯 老大 老大 好 谁找我 人在外面没让她进来 你怎么来了 找你有点事儿啊 哎 你们这宝啊 还事儿事儿的 不让我进 废话能让你进吗 这电视台 什么事儿啊 那个 我爸想请你吃饭 你爸请我吃饭 啊 不是 什么 什么事儿啊 没事儿 没事儿不能请你吃饭啊 哦 什么时候啊 明天中午啊 哎呀 你看明天中午 我这挺忙的 明天中午 你这 中午饭不吃啊 你就给点面子呗 你大舅请你吃饭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不是 高费 我这还挺忙的 我先忙着去了啊 回头跟你爸说我尽量 好吧 行 你记着明天中午啊 好了 说完了 去吧 啊 老货 啊 你回来了 二锅了 二锅了 可不是嘛 这两口子 小岚没急的 他给我打电话 什么事儿 王红说的 说又翻霸的东西了 不知道怎么折腾 他找出爸 原来藏那个古董的那盒子了 打开一看 一看里边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空的 啊 什么意思啊 他怕别人大家怀疑他 他给藏下来了呀 所以过来跟我说一声 他是怀疑啊 说的可能爸偷偷的 给了老三的媳妇了 你抢原告了 什么呀 老三刚才来电话我问三国 可是他说不知道这事儿 我一听这个我就急了呀 那你说如果三国也不知道 那这东西去哪儿了呀 自己长腿跑了 你问老三了 怎么了呀 我不应该问哪 你还真就不该问 你这不制造矛盾吗 那我可没想这么多 走走走走 无所谓 你就制造不制造啊 这矛盾都在这明摆上 爸的那两家古董首饰 一直护得跟个宝贝似的 这么多年 我也只看过易奥 他不一直自己拿着 谁也不给吗 你说二国跟王红特意跑到前面 说这首饰没了 这不像是假的 爷 那 我爸那两件股东首饰 是不是特值钱啊 你的意思 他们想独吞 我都没这么说 他要真敢别让 我肯定根本没完我 你爸就想起什么来了 让你明年去吃饭 嗯 您说什么事啊 估计啊 是想从我这套点什么话了 你还没喝汤呢 不喝了 大锅什么意思 那你什么那是他 哎呀婷啊 啊 要不然您去一趟 看你大锅什么意思 看情况吧 明天上午录一期节目 要是录不完啊 我还真去不了 能去就去 不能去拉倒 我先走了啊 哎哎 哎儿子 啊 你今天不是住家吗 今晚开夜车 我回自己家住了 帮帮车 别熬得太晚啊 嗨 我说你倒帮帮我呀 病人孩子就来了 来就来吧 那是咱家未来的儿媳妇 又不是太上皇 我还伺候她呢 这里面 看你报这份 哎哎哎 你说这报上啊 天天说调控房价 调控房价 可没欠这房子落啊 你说开发商 怎么就不听政府的呢 咱们家对面新开凡的小区 前两天我一看 哎 每平方米又涨两千 你说这是什么事啊 什么事 你该涨还得涨 哎呀 我看看 都做什么了 哎呦喂 哎 看你这架势 是真上心哪 哎 这儿媳妇 你要是相中了 我还真得把这房子 帮你们耗下来 要不你和大飞 你们娘俩不把我吃了我 这么不废话 哎呀 这个世界啊 就像一大马戏团 班主的名字叫生活 拿着鞭子 啪 一鞭子 逼着你上到山下 我还跳不过 不去都不行啊 这么多废话 我帮我把汤端进去 哎哎哎 完了 你看 这变得臭话了啊 霍总 霍总 怎么搞的 人呢 那飞机晚点 嘉宾到不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还有五分钟 节目就开始了 我上哪儿找人去 我上哪儿找人去 那个李莹在隔壁录机 不然不是还要停下 上期刚刚录过 你忘了啊 怎么录啊 霍总 临时请一个 临时请一个 知道咱们要救场 肯定开一个天价 怎么行啊 先录别人 镜头不接 镜头不接 你怎么办 你现在就去机场接嘉宾 知道吗 别坐车了 直接坐机场快轨 然后到地铁 杰克 你去安抚其他两位嘉宾 和观众朋友们 中午给他们拿点好的 安抚一下他们请去 只要小米的人一到 马上开始 通知各个部门 全体担命 快去 霍总 你中午不是要跟舅友家人 吃饭吗 吃什么吃我怎么吃 快去 大国 快上 孩子来了 你先别开门去 你看我穿的行不行 挺好的 你瞧你比我还紧张 快快快 不是紧张 这不是怕给儿子丢人吗 这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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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想家 这个有父母 叔叔阿姨好 好好好 叔叔 听大伯说你爱喝酒 我就买了两瓶 来就来吧 带什么东西 对 对 我喜欢喝酒是 挺好 来 大伯 坐 包给我来 来 坐坐坐 来 阿姨 你跟叔叔长得可真像 都那么帅 还帅呢 帅什么都造老头子了 没有 小娘 你想想我也不会做什么菜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就随便做了点加上菜 肯定给你妈妈做的好吃 凑合吃 凑合吃 挺好的阿姨 我一个人在北京啊 总对付 就想吃点加上菜呢 那就好啊 哪个客户就多吃点 来 来 阿姨 就咱们几个人吃饭呀 我们家就 就这仨人 没别人 没人了 有 那个 我约了我表哥 来咱家吃饭 你约了 约了 郭亚迪吗 啊 大飞啊 你怎么一天天 跟我们说一声啊 有事 现在 也来得及 你约了什么时候过来 我就跟他说的是中午嘛 这也快到点了 我给打个电话 你好 你好 关机了 做节目呢肯定 小娘肯定都饿了 来 咱们先吃吧 对对对 阿姨说的对 他们这个电视台啊 做节目它没个准谱 咱们先吃 吃完怎么来的咱们再说 先吃 来 来 真短期了 叔叔 阿姨 我敬你一杯 快快快快快快 倒上 这孩子真懂事 叔叔 祝你身体健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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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跟我说怎么办 高飞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为了骗我借你爸妈 说你表哥也在 你怎么是这种人啊 不是 我真约他了 他也真答应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刚才就不接电话呢 你就临时有事呗 别 你再别 到底有没有这么一表哥呀 怎么能没有呢 要不这样 我现在领你去的家行不行 你少来吧 我可不信你了 小娘 我保证没有下次了好吧 松手 松手 老贝我跟你说啊 下次再约我 带上你那位传说中的表哥 要是没这人 或者跟你说的不一样 你别让着啊 哎呀你 我自己回家你松手 你干什么 别生气行不行 行了行了行了 你一样 那你到家打个电话 你也别说 咱儿子还挺有福气的 贝 baz 咖啡 你怎么没送上你呢 送她 关她长肉吗 自找回 你这孩子 咖啡 这闺女可不错 我跟你爸都看上了 跟我爸你说 你要是不看好了 回头人跑了 可以有你哭的 妈 你也太瞧不上我了吧 我还哭 我跟你说 我现在要是跟她说 分手 她立马从天桥上跳下去 这吹起了你 瞧你能的吧你 像我儿子 我告诉你说 我跟你爸可都看上了 一致表是支持你 妈 你别着急 说 这个支持吧 那得有行动 怎么没行动 大早起来我就去买菜 你妈为这顿中午饭 忙活了一上午 我说的是实质性的行动 真的 我满想说 任小年已经表态 说自找我有房子 立马跟我登记 房子吗 行 为我儿子的幸福 这房子 你爸我死活给你挣来 真的 真的 我这 扎死我你 这扎儿子 去去去去 二国 没出车呀 后天是爸的头七啊 对 早上九点钟 咱们在那个公墓门口集合 别迟到了啊 好 你姐啊 哦 什么事 就后天头七 爸的头七 说那个 九点在公墓门口集合 我还以为首饰找着了呢 真是 什么首饰 你先想想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你后天一见面 那哥肯定提那房子的事 他不提我还得提呢 上回就没说清楚 这回你记住了 你就一口咬定说 你爸说了 那房子留给你 你看他们怎么着 你这不是抬杠的吗 你这 真是 你这 纯属是抬杠 他们就说没听见 不知道 你怎么办 反正这房子不能让出去 你让出去 咱们家住哪啊 你先坐这 高尔光你听好了啊 你这房子要保不住 我就不跟你过 坐下 坐下 我听你的 那个什么 我也想好了 不行就 咱们赔了点钱 把这房子保住 赔钱 你要不然怎么办 自己家的房子 还得赔钱呢 你张扰什么呀 你张扰什么呀 你先别急 你不赔钱 能把这个房子占住吗 要不然什么办法 这房子真是好房子呀 赔赔赔赔赔 赔钱赔钱赔钱 赔钱赔 但记住了 可不能多赔啊 要不咱家可就亏大了 你以为我傻呀 他说钱都在你那儿呢 这乐七八糟的 这干什么呢 后天是爸的头期 大家又要见面 肯定要问存款的事 我把它算清楚 省得到时候麻烦 这就爸的存款啊 多少钱 干嘛呢 别动 刚弄好回头又乱呢 行行行 你算 你算 爸的存款 乱七八糟加一块 二十万出头 四价分 一加五万挂领 干嘛呀 怎么都算呢 姐 买买了 姐 哥 弟妹 让你破费了啊 这算什么破费啊 没加班啊 没掐班不就等于破费了吗 哪那么多废话 姐 赶紧走吧 走吧 走吧 你来天哪回来啊 你是 约了 啊 能别在这个时候说这些吗 不是 我就问问你 怎么没来啊 来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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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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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给你们分给你们三家 这个房子就算我们给买啊 啊 啊 你们要出钱 你们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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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么给也成 那就按事件 对 别以为谁不会算账 哥 你这不讹人的吗 你要按事件 谁陪得起啊 我能说两句吗 对 要听说是吧 不是 他说话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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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你说 老爷的房子的确有点旧 如果按市场价走呢 的确不太合适 可要是随便贴点钱呢 也不太合理 是吧 老爷这套房子呢 是员工内部购房 应该有个员工内部家 那这 内部家得多少钱啊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应该问厂里的房房科的人 你这个说法吧 我不太同意 你说啊 这是你老爷留下的遗产 是吧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是合法继承人 我做儿子的继承 我爸爸的遗产 还要花钱买 这叫什么继承啊 不是 你说了半天不同意 你倒说出一个 你同意的办法了呀 那你们要非这么着的话 那只有一招 就是按市价 把房子给卖了 完了四点平分 高 好 高 这主意高 但是我们住在哪里 不是 就不卖这房子 也没说这房子非上你们住啊 那你这谁不讲道理 谁不讲道理了 啊 咱爸在的时候 你们一家三口 跟我爸这住了这么多年 我们说什么了 啊我们讲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吧 轮也该轮到我们了 现在爸不在了 你们想独占这房子 门也没有啊 咱爸在的时候 还说这个房子留给我们呢 现在我说赔点钱 你们还是不答应 那就怎么办 爸什么时候说 这房子给你们了 找出正儿来 找出正儿来 我就信你 干嘛呀 姐 四儿 我 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怎么着都行 什么 怎么 姐这时候你得收集公道 要不呢 我们一家就留了街头了 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 还留我街头 姐 你说句公道话 姐 您凭良心说句话呀 姐 我怎么着都行 就快看不见了 姐 妈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你心怎么了 行 我必须我 你去拿着十万金 快去拿着十万金 你去拿了 水水水水 另一边要白水 为了 要白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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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